我比較好奇的是觀光這件事情對當地是真的不好 因為就是你剛剛提到的那個潑水節 它的宗教也很不見 但是因為 我沒有說完全不見了 或是Question Mark 我是前幾年應該2013年 應該13年把我去潑水節 然後他們的宗教他們其實是 就是真的做很像觀光 就是前面這邊你可以先預佛 他會幫你祈禱祝福連水 對 就是可以預佛 然後他們又從緬甸那邊請喇嘛過來 就是你可以 類似他會幫你祈禱 然後就是類似 就我覺得他的宗教依然還是在 但是可能變成真的就是展演的性質 然後我們也有問過當地人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去做田野 然後就有問當地人說 就是你覺得這樣的情況 就是對你來的不好還是不好 然後當地人 就是因為我們問到的人比較少 但是當地人他的想法是說 就是主辦單位是掛中和施工所 但是其實主要整個活動的籌備 或是他們自己人 就是文化協會在做的 所以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就是他本身的那個文化性質不見的話 我會覺得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我真的進到在地 然後問了他們的想法 他們是覺得 反正這個可以變他們的政經 那我們剛好也可以被補助 然後被看到 所以他們覺得就是無妨這樣 有可能如果問的不夠想的 都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從外面看就覺得 對啊 但是可能在裡面的 對 有時候會 裡面人可能會覺得 這是一個我們被看到的機會吧 但是我覺得你講那個 那個舞蹈那個真的很有趣 因為我在緬甸有遇到華人 那個華人那個人 你有去變緬甸 對 所以那個華人 你就會很明顯的看到他們兩個是 不同世界的人 雖然在同一個空間 而且他還會講說 因為我那時候到 在陽光吃的東西真的不太合口味 因為真的很柔很鹹 但是我到曼德勒那邊 開始就有很多華人 吃的東西都非常合我的口味 我吃了超開心的 然後他們就說 比較像雲南貴州那樣吃過 但其實我覺得很好吃 什麼炒飯 而且還有融合硬度的那個 喔 好硬 然後他們就會說 因為你在陽光吃的是 緬人的食物 嗯 你知道那個話你就 嗯哼哼 那他們也有 華人有私利 所以華人有華人學校啊 所以 然後他們就會說 華人學校就是 你比較有錢的緬人 才會去緬 所以他們是有一種 也可以去念華人 可以 但是就是他的意思是說 他是 身分地位 對 因為華人在那邊就是比較有錢 嗯 辣旭啊 其實也有朋友是辣旭的華校 在台灣工作 嗯 就是 像我們這樣子 就是在一般的工廠工作 所以其實 就是我其實沒有看到這樣 那個時候沒有感受 反而感受到 華人在當地是 很 有一個 優越 因為經濟條件的關係 是有一個優越的地位 然後那個 然後可能就問那個 男生說 欸你 如果要 今天要去跟緬甸的女生 會怎麼樣 然後他就是一個 講話非常平和的人 就突然間說 喔 那肯定是不高興的 呵呵 學民跟人不高興 你完蛋了 就是 他們希望你找華人啊 就是 華人跟華人結婚 延續血統嗎 沒有就是 就是你知道那種 也是會覺得 我覺得你們就是比較低下的 那種是 武藝中從他的言談裡面 透露出來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他跳那個舞真的 呵呵 對啊 這是策略的問題啦 這是他們沒有看到 原始國家當地的那個分化 就像你說 我去Chinatown看到 這個我不敢說 沒有就是 是啊 因為我在當地 就感受到很明顯的 那個不一樣 但其實每個國家都有不同 你像明天有很多 少數民族 他們之間都在吵架 何況是華人 我歸納一下 第一個是 現實當然它會有 就是說 人不是上帝啊 沒有辦法有全觀的世界觀 或是全觀的視角 來看待一個事情 然後還願之 它全部的那個真相是什麼 我們都會看到一些面相 那 從你什麼角度來介入 然後你看到那個面相 是不是更接近 多數人 感受到 或是 是肯認的真實 那你看到的那個 你剛剛 包括你看待我怎麼解釋這個之前 是蠻有趣的 跟你去當地緬甸看到的某一些 你認為你經驗到的現實 它其實都是不全的 對 你自己也知道它是不全的 我剛剛特別介紹的那個端傳媒那個 那個報導 也許回去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再看一下 對於 對緬甸華人他們認同的矛盾 有些人甚至願意放棄了在身份證上面印了漢字的 這樣子的 他願意就是說 我就變成身份證上面的緬甸人 為什麼 政治在人家手上啊 對不對 經濟的話 當然我們不排除還是有很多的華人 還是握有經濟優勢 有錢 可是也有一些華人 就是沒有錢 包括 趙德義 你不要以為他是一個有錢的緬甸人 他家窮得要死 他為什麼會走上導演這條路 他來台灣的時候 我特別有去找他的專訪 他跟阿寶講說 這文藝大道 他跟阿寶講說 他當初來台灣他是唸什麼 台中高公 他還唸的是台中高公耶 然後他後來為什麼可以變成導演 是因為 他們在緬甸的同學 高中同學 說你來台灣 那你幫我買一個攝影機好不好 很有錢啊 然後就丟了幾十萬給他 緬甸幣 給他 然後呢 他就好好幫你買 他自己很窮 然後呢 要寄回去的時候 動盪 寄不回去 然後呢 就留下來自己拍 然後就開始有這個因緣寄回 所以 你會看到還是有一些窮的華人 而且那個窮的華人可能越來越多 當然以後 隨著翁山主席上台之後 或者是他們已經辭職上台 就是他們是最大的國會的人 他的最大國會的黨主席 他不再是在野黨的黨主席 然後他是地下總統 也許他會是個地下總理 好不好 那 會不會 隨著西方的經濟開放 華人 更容易跟西方經濟 全球化經濟接軌 然後又回到 普遍掌握經濟大權的 然後又享有 某種程度的民主 在這裡頭會 更有任有餘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事情 還沒有完全發生嘛 正在起飛當中 一個開頭而已 因為跟中國很好 跟中國很好 然後呢 對於中國的認同也很特別 過去很認同的是台灣 現在呢 你要打個大大問號 對很多東南亞 依據的人來說 文化中國也許已經不在台灣了 雖然故宮還在這裡 可是呢 中國大陸的崛起 中國大陸的文化融落 綿密的程度 讓很多人開始辱目中國 也願意說 我是來自中國 而不是在認同 有國父有開啟的 那個 中華民國 那 從這個 這個小事情 我 我只是要 要說明就是說 台灣這個 多元文化的國家 那個 輔老意思現在越來越強烈 然後 相對的 新移民 又同時是越來越多的 你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他們 這變得非常重要 燦爛時光是個典範的例子 作為一個輔老人 張正 還有他的太太 也許 他們用不同的方式 從學生時代 從 很Junior的工作者 開始 用在他們的角度裡頭 扮演好一個好的接待者 好的接待者 來接納 外來的人 滿足他們的需求 同理他們的需求 花一些 努力 吃力不討好 到後來呢 他們被肯定了 張正的四方報 被肯定的是 得了 卓越新聞獎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是最大的一個肯定 後來就 哩哩啪哩得了一堆獎 雖然後來他離開了四方報 然後呢來到這裡 他 因為他過去的那些 一貫的 關懷 一貫的接待的角度 一貫的同理的角度 讓他變成一個 我覺得是 那個 近幾年來 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未來 未來台灣如果要當好一個接待社會 應該要這樣的做法 而不是 也就是說 以接待者為主體的 那樣的 營造環境 來幫助人家 或者是 來跟人家互動 而不是再 不要是一種強壓式的 不要是一種關光的消費的 目標 只是為了要 或是 或是比較高度的 想要 獲得你要的 然後 佔人家便宜 這是 不太對的事情 那 對於那些異鄉人來說 我原本的 討論的角度是說 你在這個生活處境裡頭 你也許本來是個文化弱勢 你可以做一些做法 然後讓自己變成 有文化地位的人 所以呢 我 本來不會 我也不會那麼 帶有價值觀的來看待 在台灣的緬甸華僑 去跳緬甸人的舞 可是你要了解 它背後的意涵 是多麼的 帶有這種 多元矛盾的 的 背景 這種辛酸 吞下來 掌握的文化機會 不見得是壞事啦 可是 當你吞下來 用了這個策略 做了這些事情 行之有年 一代兩代三代之後呢 你原本的東西 也因此而消失了 這個東西沒有定論 我只是解釋這個過程 以上呢 是我簡單的分享 謝謝